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心情是最想家的 学期当中可能学业活动比较忙碌 虽然想家还是想的 可能就没有精力给那些情绪那么多时间 我去年一年只回家了两次 一次是假我回家了三周 还有一个就是暑假我回家了五周 那个想家就是尤其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哎呀真的想到还有好多好多月才能再回家的时候 真的是挺不舒服的 我跟爸妈妈的关系特别特别近 就是有什么事都说的那种 不是说就是有了地理位置上的距离 能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变远 我们还是像我在中国一样的时候 像朋友一样 几乎每天都失评 用微信聊生活状态 这个天天早上说大家在干嘛呀 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就会说这一天好玩的事啊 都怎么度过的呀 回国的时候尤其是要回国的那几天 就天天盼呢 时间快点过得快点 赶紧上飞机赶紧的回到家 和妈妈妈家里人一起玩啊 就那种归心思念的感觉 小的时候真的体会不到 到大学真的体会到的这种 离开家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想家的那种感觉 那这边当然我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想这也是极大的缓解我 想念家里人这个心情的一种方式吧 我平时会和这边的朋友 一起去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 一起去看学校或者是 这里的艺术表演 听学校的 Acapella演出 跳舞演出 话剧演出 学校的好多好多 各种的表演啊 各种活动啊 我们都平时一起参与 这边寝室啊 社团啊 这些活动氛围 大家之间都非常紧密 有一个非常好的室友 今年我和他还住在一个寝室里面 一切都跟这些对方分享 那种的 并不孤单 可能说不是任何时刻 都有人陪着你 但是我想这个不论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长大了就要更自主嘛 要学会自己去规划时间 学会享受孤单 享受孤独 有的这些朋友我很感激 他们也是每天生活中快乐的 很大的一部分 帮我很大程度地缓解了想家的心情 怎么样还不错吧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发布延长留学视频 在微信里刷EdgeNet 或者是留学全知道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反正你都关注那么多个公众号了 也不差这一个 更何况我们那么有料 有趣 有观点 留学相关是我们的全知道 如果你有想知道的留学内容 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 很可能就成为我们的下期话题 来嘛 来吧